欢迎收看北美地方新闻 大家好 我是张若鱼 休音开始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药文焦点 父亲外出圣诞购物 家中失火 五名儿童不幸身亡 亚利桑那州警方表示 上个周末 一名父亲外出圣诞节购物时 一场大火烧毁了他的房屋 屋内分辨年龄为 二四五和十三岁的四个孩子 以及一名十一岁亲戚的孩子 在大火中不幸丧生 初步调查发现 火灾起源于楼下入口 很可能导致楼上卧室的孩子 无法安全逃离住宅 许多加州人在福利审查中 失去Medical保险 今年六月至十月期间 在重新对参加医疗补助计划 低收入人群的资格审查后 在加州有超过 九十二万八千人的Medical被中指 其中接近百分之九十的人 是因为程序原因 而失去了这项医疗补助计划 在即将续签的Medical加州人中 百分之四十七的人保留了医疗保险 百分之十五的人因文书工作问题而被取消 百分之二的人不再符合资格 百分之三十五的人仍在接受调查 美国营养数近二十年最高 推动今年总人口成长 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估计值显示 美国人口今年增加一百六十万人 数量达到二十年来的最高峰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国际移民 这让美国总人口达到了三亿三千四百九十万人 总体而言 在移民和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情况下 美国人口持续成长 若是没有移民 美国的人口预料将下滑 每选前Google限制提问 聊天机器人无法有问必答 Google表示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对于其聊天机器人Bart 与搜寻生成体验能回应的问题 Google将限制与选举有关的查询类型 Google表示将更加关注人工智慧可能发挥的作用 因为希望能够服务于选举相关的选民和竞选活动 这些限制将于2024年初实施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